那我找兩個大會王以後 我們來中立選的一家是做 和牛的麻辣火鍋 所以他不只賣和牛的麻辣火鍋 他還有賣烤魚、烤龍蝦 跟烤豬肋排 這邊的話還有海鮮 也是吃到飽 他午餐的話是 469 蛤蟆有花枝、雞肉 這個是扇貝 還有魚、螃蟹也是吃到飽 然後鯛魚片跟 白蝦 那這邊的話就是還有蔬菜區 也是吃到飽 而且他蔬菜種類是蠻多的 上面全部滿滿的都是蒜頭的魚 這看起來超讚 你看他這個肉超多超大 所以我們可以清潔房 或清潔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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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 我不知道 哈囉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一如學弟跟他女友 你為什麼幹 今天我們到中立 因為大家都知道學弟是 新進的快食大胃王 然後我們找了一個 現在在鏡頭外的是 我姊 他也是一個非常非常 麻辣鬆型的快食 他可以跟你 從早餐站到宵夜的那一種 那找兩個大胃王以後 我們來中立選的一家 是做和牛的麻辣火鍋 但是這個怎麼可能滿足了他們 所以他不只賣和牛的麻辣火鍋 他還有賣烤魚、烤龍蝦 跟烤豬肋排 我們來去看一下 因為第一次拍到這一種 我們進去看一下 這邊的話 還有這個 汽水 啤酒 還有一些風味的飲 愛山風味飲 還有沙瓦 冰沙跟咖啡 種類超多 給大家來介紹一下 你看他這邊的熟食的話 有這個 麻辣麻婆豆腐 然後這個是醬草 杏鮑菇 豆芽菜 跟香腸 然後這個是 辣草蛤蜊 這個是什麼 瓜仔肉 這個看起來不錯 這個看起來不錯 這邊還有雜物 然後這邊的話是 蒸籠 我們來看一下 水晶 這個是 珍珠丸子跟小籠包 這邊的話還有海鮮 也是吃到飽 蛤蜊 有花枝 雞肉 然後這個是 扇貝 然後還有魚 還有螃蟹 還有螃蟹 也是吃到飽 然後鯛魚片 跟白蝦 然後這邊的話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火鍋料 也是吃到飽 還有生菜沙拉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雞絲麵 跟這個麵 王子麵 那這邊的話就是 還有蔬菜鬚 也是吃到飽 這家蔬菜種類是蠻多的 然後這邊還有 哈根達斯 也是吃到飽 而且 這邊還有 麻辣鴨 這邊的話 他點餐的話也是 就是你要什麼夾子 你先把肉放在 對應的超商 那他就會依照上面的 這個座位 去送肉給你 然後他這邊的消費的話 是不只只有吃到飽 你還可以點這種 肋排 烤魚 然後還有這種麻辣 麻辣的烤魚 我們點了一個麻辣烤魚 然後這邊的話 他還有就是像這種肉品 肉品 全部吃到飽 我剛才覺得他的其他的東西 其實東西也很多 品項之類的 品項之類的 他光飲料就超多的 然後還有 我剛才還有雙齊 你等一下去吃 這邊的話 你看他連這個海鮮啊 白蝦這些都是吃到飽 然後我們剛才點的這些肉 全部都來上一盤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一個 和牛 這個和牛也是不錯的 和牛是屬於肉比較多的 他油沒有到那麼多 所以肉質是Q的以外 還有油脂的奶油香 也是還是有的 不過我很好奇的是這個 通通通啊 吃吃看他的這一個 麻婆豆腐 他們說辣 麻婆豆腐會辣 喔 喔有一點 不過他豆腐很嫩 然後麻辣花椒味道超級夠 喔這個麻婆豆我如果喜歡吃辣的 會很喜歡 我真的會辣耶 你看 滿滿的這個就是 豬的這個 辣油在上面 真的超離四川的 根本就是離四川啊 來等一下看一下喔 他的這個 瓜仔肉 剛剛他們都大推他的瓜仔肉 而且還不錯啊 瓜仔肉的 瓜子的那個鹹香味跟甜味有出來 我是覺得他的素食 像剛才這個瓜仔雞真的好好吃喔 這真的好吃 這真的是好吃的 難怪 難怪學弟一來馬上猛客兩碗 菜都還沒上 他已經先吃兩碗了 喔第三碗了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那種 老雞白湯 好像聽起來怪怪的 老雞白湯 那個字幕要打好 他們才聽得懂 老雞白湯 對 來我們先把鍋子移到旁邊去交替 先吃魚 上面全部滿滿的都是蒜頭的魚耶 這看起來超讚的 來啦我們要先來吃魚 來看一下這個肉質如何 你看這個蒜頭真的超多的 整塊的魚肉喔 喔好大 哎呀 掉了 你要沾一點薑吧 醬汁吧 醬汁 要加上 它這個應該就不是辣的 它是蒜頭 對它看起來是蒜頭油啦 應該是蒜油不是辣油 鱼是嫩的是不是 不辣嘛對不對 這個蒜頭的味道 你看它這個肉超多超大的 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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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魚肚開始吃 整塊 超讚的 好起來 起來 噢 哇你看那個辣油在滴啊 它會馬 它其實沒有到很辣 它是馬 好吃嗎 很香喔 對啊 我覺得它那個辣油真的超香的 對啊 而且我剛才看啊 很多人它其實它不是點鍋耶 他們是點這種烤魚 然後直接在這邊煮 然後你就是點那種 吃到飽的肉啊 什麼蔬菜都可以在這邊直接煮 我們吃雙淇淋 它這個是哈密瓜跟草莓 好啊 那也來個綜合好了 我沒有 怎麼用就是 挤下來就好了 大力大力大力 好出來了 啊啊啊啊啊啊 快做出來 要記得夾斷 夾得太快了吧 你這個這樣是不是牽絲 最近肉吃太多 都會這個 鳥耳 還有喔 通常夾斷以後後面還會有一點尾巴 會跑出來 大不乾淨 吃冰淇淋 還蠻好吃的耶 還不錯耶 還不錯耶 草莓跟蜜瓜 草莓跟哈密瓜 好啦 今天這一間的話 我們介紹就到這邊 基本上我覺得 因為它的價格沒有到貴 它午餐的話是四六九 然後晚餐的話 晚餐跟假日的話是五六九 那你火鍋 那你火鍋 跟這些什麼 海鮮啊 肉類都吃到飽 還有那些複食 這樣子的價格算便宜 而且如果你是改成是鍋底 是肉蒸 是烤魚的話 烤魚的話 是午餐的話是五八八 然後假日的話是六八八 其實也不貴 我個人的話會比較prefer 是你們點烤魚 然後把烤魚的那個鍋當成鍋土 就又可以煮肉 所以是更划算的一個選擇 好啦 店家資訊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那你喜歡的話 可以來參考一下喔 生意真的不錯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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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